來看的是羅斯是不是鬆了呢 10月初機場地勤安全接連出包 先是小港機場地勤車 撞壞了遠東飛機後衛直燈 再來就是12號桃園機場的長榮地勤車 還有台勤地勤車護撞 今天早上在立法院呢 交通部長就要求民航局要重新的檢視SOP 以及要求業者加強人員教育 你強調非安非安非安 但是一直是狀況狀況狀況 所以基本上來講就是從南港空難之後 我們要求附線航空這部分 對於他這個ATR72機隊的 這個所有的飛行員 來進行這個適值性的再一次的考驗 民航局長面對立委李坤澤 詢問非安問題 講出已經改善的部分 不過看看李坤澤提出的數據 非安強制報告 平均去年一個月五件 今年則是變成一個月六件 非安狀況增加了20% 其中飛機發動機故障 或失效頻率也大增 去年平均36天發生一次發動機失效 而今年則變成21天發生一次故障問題 飛機發電機故障率成長4成 復興航空占比最大 立委業已經質疑 是不是懲處不夠 才會一犯再犯 這個出包一大堆 出了一大堆的包 請問你們做了什麼財處 後來這個整個也是經過口試 數核考試之後 才讓他們再次的能夠 你聽得下去嗎 不只非安問題嚴重 就連機場地勤安全也有問題 看看10月初 10月4號小港機場地勤車 撞壞遠東飛機後衛置燈 10月8號嵩山機場地勤人員 拖機時不慎 導致附近航空飛機 尾翼撞到機棚 12號桃園機場台勤地勤車 撞長榮地勤車 地勤事故連環發生 就從部長要民航局重新集合 航管單位在對於所謂的空車 或者是路車的安全的 管理的這一部分也要加強 我們要求他們一定要 效益訓練他的員工 那並且要要求員工 依照SOP執行相關的作業 那另外也要自我督察 自己去做他自己內部的考核 立委連環炮轟民航局 但非安問題地勤事故 發生率沒下降 讓民眾對國內飛航安全 沒信心 UDN TV請我們評測中 左翼姿台北報導